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那没有文字之间看出是像 它就是一幅画 然后能通过这幅画 你从里头能找到什么大意 就刚会说说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昌明的 而且也是最智慧的建议 为什么 它的文字是通过一个图案 给它一个哲学谈议 又赋予它一个发音 这就是像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八卦或者六四卦的一些图案 就是另一种形式下的 中国的文字 它都不够有含义 它并不是随便画下 对吧 拼英文字呢 只是借过了一些发音音 然后找一些符号的拼文 但它没有哲学 你从任何一个英文字当中 找到它对应的哲学 看这个图形 哲学汉已经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 但是中国的文字 它对以后 对应的是一个哲学 山就不动 静止的 对吧 养鱼万物 它是哲学汉 但你要单字从山这个字来说 山是什么 是一种面貌 对吧 你想不出来什么养鱼万物的 想不出来什么叫不动 但是只有我们中国人 给了它哲学含义之后 它再富裕这一个英文 《易经》的卦象 其实是中国的另外一套 更不为人知的相对文字 管理我们 东八相对文字 对吧 你都有一拼的那种 说得远远 我先说大过目 这是第28卦 大过目吧 训下对上 大过目 动脑力有揪 从这个卦 我们要先把这个词纠正一下 大过目 到底是什么 现在普通的意义上 是这个 计大过数分 对吧 很大的一种失误 很大的错误 犯了一件很大的错事 大过 但是呢 在这个大过挂里边的时候 要先一层一层的多这层的意思 你才能把大过这两个说明快 首先 第一 大过 并不是指大过错的意思 大过的意思是过分 过见 过现 过头的意思 就是你不该做到的那种程度 就是你不该做到的那种程度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卦 你可以看一下 有四个阳光 两头是两边一阳 它正好跟前边的那个 刚才我刚讲的这个一卦 正好是它的变阳 或者 可以管不得 它是它的支卦 就是所有的阳全变阳 对吧 您的那阳阳的那一阳 它有四根阳阳在同间 两边呢 是两根阴阳 它这种形状呢 你可以简单的说 它是阳祸 祸阳 太多的阳 对吧 就是 大 阳 祸 太多 但是 这个就是 你提的那句话 大者 多有 所以不是多有 犯了这么大错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大 就是一种错误 你太大 你太过 你太大 那就是你错 不是说你错 而是 如果别的人都不这样 只有你别 那你就错 这是又波到的这层意思说 那么波到这层意思说 再往下再演身一步 我就是这么大 你那么小 我就是这么大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 改吗 我要改吗 改成你那么小吗 不是 不是 所以才会有那个地方 无力无据 顿势无闷 其实大作物啊 就是对应着现在中国和世界这个道路 举世红堂 其实就是现在 全世界都跟你不对 为什么 你太大了 为什么 经常说 中国是 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个 可思计机 或者叫资本的可思计机 什么东西 只要中国人研究出来以后 那边能卖粮卖菜点 那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国家 他那种意识形态 和他相对应出来的东西 都是以他那种形态 之下 一点点的小盘点出来的 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进入到一个高速发达的状态的时候 那对其他的所有国家 都是一个巨大问题的 不可的一切 没法超越的一个一切 我们 就是这个大作物 这扯大过去 然后重新开始说回来 这个 首先呢 这个里面呢 一定要说一下这个 脑 动脑 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为过去盖房子的时候呢 是有一根柱梁呢 房梁 房梁 两头搭在墙上 或者搭在这个墙壁上 然后中间呢 这个梁 最可怕的情况下 莫过于这边 房梁 弯了 对 弯了 城户上面 其他的东西都弯了 房梁都弯了 这房子弯了一下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画的画像 两头的座 两边是一 中间是这个 但是你想 你这边连接的部分最弱 那你自己栽钢墙 有点凭 还得踏 对吧 就是说 这根搭在墙上的这根梁 两头都大 或者两头很细 或者两头很转 那对于这个房子来说 是一个很判断的 对于他 可是你看这底下的东西 利用旧往衡 这个呢 就后边一文字的解释 它这个意思 翻曰 大过 大者过灵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大就是一个过后 大就是过后 大就是过后 过戒 对吧 动脑 本末若也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你看这个画像 是这样 都是音阳中间的 本末 就是下边 最下边最上边 出六和上六 都是若 中间是死而阳阳 刚过而终 迅而月 他这个断句 反正这本书中的断句 非常有意思 其他地方是 刚过而终 迅而月行 逗号不加的这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过而终 太过于刚强 太过于强大 中间这四根羊羊 太过于强大 太过于强大 但是你只要手中 那么就能做到 迅而月行 为什么说迅呢 这个下边是迅吧 上面是队 队呢 本来就是月 大家要出心 就是喜悦 欢悦的意思 如果你 虽然你刚过 就是说刚强 过分 过瘦 但是如果你的手中 不来 那么呢 就能够做到这种 能够很顺利的 愉快的去推行一个统治 让你们这种治理 也能很 顺利 不会出问题 一般当然 迅呢 是个顺利的意思 所以上面这个对呢 就是月的意思 利有救啊 乃封 如果你能做到手中 虽然你刚过 但是呢 你能做到手中 你能做到顺利的 顺和顺利的去统治 愉快的 愉悦的去统治 那么呢 这是利有救啊 也是能够达到很功能 所以说 大过之时 大以外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法相 不会说 这个这个 有什么大问题 为什么 就在大过之时 没有君子 可以能够拯救万方 让其他的人得到 成就 得到帮助你 而这个呢 也是一个 最大的罗行 也是能够 是一个很 或者说 一个很好的时机之下 能够到最好的结果 现在就是我们中国的 所谓的 我们现在就是大过子 那么 那么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 或者我们中间最聪明的 在做的实质 也不是说 全世界的反对 但要把全世界干死 而是如何做到 对而越行 你最后要保全自己 你最后呢 要征服他 就是征服的手段 方式 不能够有没有 纯粹的暴力 切毁 毁灭方式 而是如何让对方 越行 严股全走 从 也说 项曰 则灭目 大过 这个呢 又重点上说了一下 大过的含义 不是过头 不是大的过头 你想象一出这幅画 水泽边上 或者水泽的宁静处 有很多很多的草木 花木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象 草木 花木有水滋润 这是一个很宁静 或者说很强和很异雅的那种影响 但是呢 如果这个水 把木子 把这个树都淹了 把草都完全淹没了 但是就过了 灭顶了 过粪了 过头了 所以呢 叫做 则灭 木 可能是水 水比木还高 比树还高 埋在里面 他可能就 完蛋了 这些植物 可能都比较死的 这是烙死的 对吧 烙死的 这是大过 大过分的 君子已独立不惧 顿事无奈 君子在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 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如果你 举世之内 都 与你对立 你不应该干嘛 如果你 避世不见 谁都 无需跟你交通 交往的情况下 你也应该不会感到郁闷了 你要坚持你自己 做你认为 对的事情 这个就是 和大过 向月 出六 即用白毛 我们就 向月 即用白毛 柔在下眼 柔在下眼 为什么 出六呢 是一个阴阳柔 柔 同时呢 它 这个 即用白毛的意思 白毛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 洁白的柔 在过去进线的时候 坐在下眼 出六 它的位置 现在是处于 大过 最最 底的 刚刚开始的洁白 即用白毛 这句话的 另一个 隐身的含义 是说 你做事要紧身 你虽然处得很低的位置 但是你做事要恭敬 给别人东西的时候 或者白毛 表明这个人很谨慎 很恭敬 很恭敬 我不让那样东西碰到地上 也不会让它变脏 对吧 你有谨慎 而且很恭敬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不做的 你肯定不会碰到 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吧 柔在下眼 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阴阳 再往后呢 这后边这些话 经常会听到一些 关于鲁鱼儿文 九二 夫羊生提 老夫得其女妻 五五名 项名曰 老夫女妻 过以相云 这是过的另外一种表现 我们说 阴阳阴阳 阴阳是匹配的 换句话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男女 如果成为夫妻的情况下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我们不说便宜 也不说身体强弱 也不说家事 最简单的 这两个人的年龄应该接近 差异应该太大 对吧 这是我们的理解 但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老夫得其女妻 九二是一个羊友 他去下面是阴阴阳 他已经开始过了 他们在处在大过的画像之下 他又处在下层之中 他其实有尊位 而且位置也很不错 而中位 他又是一个羊柱 阴阴 下面又是阴阴 所以他才会得到这个画像 哭阳生体 我们只是看前面位 一棵 单哭的 哭死的一棵阳柱 重新发出了心阳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解 另外来讲 他就说是一个年老男人 娶一个年轻的妻子 但是这话被人家要说无不必 而且呢 怎么解释 首先呢 老夫少妻是可以继续生命的 因为你人是什么 对吧 老夫少妻 在过去来说 反常之间也是存在的 而且呢 从这个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如果你去看一下 戴士奇迪戴 文艺斯兴以前 文艺斯兴之中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一个画 你会看到 夫妻两个人的时候 那个男的呢 都是三四十岁 他的妻子 只有十一岁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政府 威力所政策部去查过 查阅文艺斯兴的资料 在当时中世纪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他的医学不法 生孩子的这个 就是死亡率上高了 也可能原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的确是年龄集体 但是呢 因为一生孩子呢 握了一家过程过去 可能女人又没了 她就在续学 但是她的年龄在长 不可能说 我四十多 我得找个四十多 她很能找年轻的 对吧 她有家伙 有地位 人在继续找年轻的 所以慢慢的 年龄就会叉开了 而且在当时 还有一种迷信的时候 西方 我们说的西方 迷信的时候 是认为 女人越年轻 双孩子死亡率 所以很多的时候 都会是一个特别年长的 这个能生年长 四五十岁的一个男人 他们气死了 尸体 有很多这样的文化 也要理查一些 著名的中国历史 也会有这种记录 这是我们说到西方 说过我们中国 其实这种情况 也是很正常的 很多的嘛 对吧 苏氏同志最诙谐的一首 诗不就是你 一树一花鸭 说的不就是她的一个 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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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就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女人 然后她就一树一花 他就形容这家 你都一脑子没头发 你也去 取得离 一树一花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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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人院 没到的时候 让大家站在马鸭鸭鸭大街的地方 而且很长时间 也就被人所接受 所以才会过 以相遇 还是过 有点过 但是呢 也有到很重的地步 那么大家到了九三呢 就是回到了 之前最早的 在那个 画词里说的一句话 中国人都动脑凶 大梁都倒闻了 这是一个很凶险的事情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九三的阶根 背根阳瓶上面 上六有所不明 中间和这两根阳阳 它都属于下腰之急 向上来跃迁的一种不肯定状态 在这种时候才会有 不可以员负业 你看一下九三周围全是什么 跟他无所谓 谁也帮上来 能帮上的呢 在遥远上 所以这一种很凶险 大梁洛 过了梁洛就塌了 九四 你看到这个位置 所有的说法就有变化 叫洞龙脊 有他病 那这个怎么解释 一根大梁 就是防梁 如果是这条弯 向下这条弯 向上这条弯 已经有向下弯的趋势 那我们趋势的时候 如果还能向上弯一点 其实就能达到一个影响平衡 也能重新回到一个影响平衡的位置 对吧 那就说这就是一个好事 它是 它九三的位置已经有点完了 但是到九四的时候 又能往回搬回一遍 又能重新 向着影响平衡的位置 磨一遍 也就是说它又不是过 又不是大过 又回来的一遍 没过分 没月间也就回来的一遍 那在这种时候 但是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 不可控的因素出现的话 这就是不好 所以才会有一个 不怕 不利 对吧 其他的不可控的原因 其他的不可控的过失 就是说这个 就会让这些事儿 变得更困难 人家有问题 而恰恰 说明了一点 为什么在平衡上写一句 差点 那它到底你说大 不 怎么进去 就是因为 一旦你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可控的因素就变多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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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 听得清楚吗 你把你那边的那个麦克风给静音了 要不然我不知道 你那边喊什么呢 所以就说大过 首先第一层意思 不要以为是大的过失 第二呢 是因为过分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过分 越界过火的可能性 就会出现更多的因素 就必然会有过失 应该是用这样的 不一层一缝的逼近似的 而不一上来 就直接认为 就是犯了大错误 它到最后真的是一个大错误 但是大家错误的原因 是因为它太大 太过分 太过分了 所以 还会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 造成了不可控的结果 出现了不可控的结果 错误 比较大的回事 它这么没了 94的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是因为它是属于上体 对下体的 它是直接面对下面的虐 对吧 对吧 下面是对话 它是面对它 同时呢 它能够达到一种向上隆起 回到你像 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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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的方向去做的努力 所以是一种很吉利 这个地方呢 就会专门有这个名句话 动龙之急 不闹乎下 对吧 它是向上隆起的 也就是它不会向下来去 大阳路 就用黄阳路向下来去 弄到这个黄阳的回复 是其 只是呢 就不要有太多的其他的 不可控制之间 它是很勉强地回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如果在其他不可控制之间 没有可能 你还会吧 九五 忽阳生华 老父得其是福 无疚无欲 这个呢 跟上面说的这个 花和上面说的这个提 这两种之间的区别 不要看得出来 九五 自己所处的位 正好跟刚才说的这个 形成了 过的另外一种最不可控制的 就是 一个年轻的男子 娶为一个年纪很大的女子 那么 顺着刚才这个思路延展 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关系的 是没关系的 因为女人年纪大了 很大的 所以这个来说呢 就是 不好 这就已经过分了 这就已经开始过分了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在 所以呢 他底下会专门说了一句 呼阳生花何可久也 对吧 这个呢 大家类似的这种故事 其实也看到很多 有没有 和这种所谓的贵妇人 找到这一样的结果 但这种故事能长久吗 会不会出婚的病 他没有结果呀 这样的两个人是没有结果的 我们说婚姻的结果 其中之一呢 就是养育后 你经常有个孩子呢 是婚姻的压丧属人 为什么他有的结果 你在做所有的判断的时候 你都要有所牵绊 有所顾忌 但如果没有结果 所可救命 而且呢 老妇 侍妇 这个侍妇 这个侍妇 年轻男子 也是一件 就是 不名誉的事情 或者说说不好听了 对吧 就是一个年纪大的 这个 男的 却有一个 小媳妇 胡少妻 其实大家都觉得 哎呀 挺好 对吧 一般呢 会平常都这么说 胡少妻嘛 你也知道同个人 你才会对女孩 会比好 照顾 那是好事 但你到了我们 我们无论从泰国 还是从中国来说 说到 类似的社会现象的时候 大家 出于礼貌 不会说什么 但是从来没有人 认为以此为重 总会觉得这些 有提算 对吧 对吧 泰国这种类似的事 多个事儿 包括前几年到 有些人 我一般的兴奋 有些人 很多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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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音乐 比你多次 是吧 所以你说这种事 连人 很可笑 所以才会有这种 亦可仇恋 但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刨开的时候 现在拿到当笑话 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指过分的 一顿 它比刚才那个老夫得少妻的这个更过分 而且这个已经说的不可其耻的那种过分 太过分了 对吧 而且 铺羊生花 你要当力的解释来点花 这相当于是 回光仿照 蚕花一现 你能把这棵植物的最后一点点的 生命力完全长 彻底不过 就过到了灭顶 因为下一个就是灭顶 对吧 上六 过奢灭顶 凶 不救 那这个灭顶 你在前面上挂下的时候 抹灭顶 所以灭顶来讲 灭顶不在 某种意义上讲的话 就相当于 你到了上六这个阶段 你整根木头都被埋在水里 念这个 对吧 这个是凶险的 但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 后面加了一句 叫做 不救 这个大家要好好去理解一下 首先说上六股的一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上六股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控制板鞭的 过了 对吧 车子也过了 根本没办法控制 所以他眼睛能够看到 连自己一起都遭受了灭顶灾 他没有办法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 不会被扶植 因为这不赖他 前面的这群羊羊羊 还要对下面的羊羊羊 才是狗人羊羊 到他这儿 不救 他不会被扶植 虽然他也跟那一块老子没有 但他不会被扶植 对吧 相约过奢之凶 不可继续 他其实是被灭顶的时候 大家唯一能看到 这一棵树埋在水里 你从上面看 你唯一能看的就是这种地方 对吧 其他都在水里 你就能看到他 但是呢 是很凶险的 就是他没有什么被扶植 就是像 同时 就是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你没哭 还不看 就算伤了这些这块 其他都在水里 从这儿呢 这块我把前面说一下 我们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相约择灭目大路 那为什么后面 跟着一句话叫做 君子以独秘独剧顿使徒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 我再好好想一想 一棵树 彻底被水埋在水里 它埋在水里 或者沉在水里 过了若干年之后 就这样 那水的力气 对吧 它将来的名字 就如今全都会要成效 你可能一时一世 不被承植 不会被承植所赏 但是千年万年之后 一旦你出世的那天 你里原来的一棵树 还要之前 还要被天下的树知道 所以才会有独立无据 顿时闷 对 对 也可以 对吧 变成煤炭也可以 但是 它还是处理方方方 是吧 其他的木头呢 其他活的一生一世的木头呢 到最后就乱掉了 没有变成其他树的肥料 而没有猛中心 活了成百万上千万年 它其实也是一种 所以 你才有一个独立无据 顿时闷 你想想那棵树 它被水埋没下来之后 它会恐惧吗 它会愈吗 你不会 因为这是它的命 或者说这个 它一生该做的事 这是说到前面 这怎么会 突然有这种画像之后后的 孔子加了这么两句 对吧 我的理解是 他人觉得 其实你应该坦然地面对状态 大过了嘛 都埋在里面好 啥都不顺了 但是你想 你不要害怕 你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 哪怕到最后 举世不见 你也要自己 要知道如何排泄自己 画就是并远展的玉米 这说过来了 咱们这个画大致的意思 就说到这个地方 咱们这一画倒好 那个谁 并远展也不在 反正也不知道 谁该说的地方 好像没有别人 所以他就不想 有没有 那个 金老师 还说还没有 云西 所以他就不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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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端 有没有 没提过这瓜 看了 但是 感觉 有一点深奥 它这个 责面部 我能理解说 嗯 其实就是用这个 水 和 树 做的 这一块 比率吧 那种感觉 但是 初六到 上六 就过去很多种 比如说 在说 九二和九五的时候 是用枯氧 或者说 用一颗 这个 嗯 已经经历过繁华 对吧 走向 末 就是走向 生命宗旨的这种 树木 来做比喻 但是 九三九四呢 它都用了 洞这个词 然后呢 这个 脑和笼呢 就是凉那么多的状态 然后感觉 九三九四 再用洞凉之材 来做形容 哦 这样 对 然后 然后 上六呢 我也理解就是 呃 水边 这个 呃 支撑的 或者叫 胡胡支撑 或者独善其身的 这个 树 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 洞 我就 胡的时候 我有点分神 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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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羊 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在这里呢 所以 我可以说到 就是 正好我们有 就是 树是要在他活着健康的时候 才能作为重量之材 还是 树要死了之后 他才能成材 这个 我也不懂 我在想 特别古老的这个 我们 我们用的木头 首先第一呢 是得 铺死个木头 如果是从 什么建筑脚 回来 铺死个木头 不会住 它其实都是伐木 否则 你叫解树枝 对吧 发过来以后呢 这树肯定是活的嘛 是不是白的 然后 披成 以后呢 要先铺干 否则的话 这个木头是什么 不是住宠 不是住宠 因为它也有水分 你把修成材的情况下 肯定是凝化 飘了 不仅仅是万的问题 还有可能 比如木头方的可能 就能这样 所以要先做铺干 把你的水分都出来 然后 中国过去过去做家具的 有好东西 有的放十几年 对吧 因为没有银干房 有代的没有银干房 现在银干的水平 可能几个月多 十几天左右就行 不是很好 但是古时候没有银干房 你看 发出来的树 可能就扔在那地方 你扔了很多年再去 更多的是 树坏了以后 是放在水里 在水里泡了 然后泡了一段时间之后 出来把皮包了 然后再放干 然后才能作为 这个银干房用的用 这点有时候 你就要理解这个 首先第一 它为什么会来这一挂 经常会举 跟树坏 因为它上一点 是个 迅 迅为木 为木为零 它有一个挂象 所以它这里面 举的所有的力 都跟木有关系 无论是动 对吧 还是凉 还是 或者说自己刮 它其实都是树 对不对 它会举这个例子 别有水 所以它会举这个例子 所以它会举这个例子 至于 其实这个倒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其他的解释 反正我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训这个挂象 所以它在举例子 就举到树坏了 对 那挂象 上挂是木 下挂是水 下挂是水 下挂是木 它实际上 我看那个 它说那个 《易经》的解释里边 它是用《易经》里边的 用挂象 实际代表的意义 来解释这个挂象 就是用先天挂还好 还是后天挂那个 挂的实际意义 来解释这个挂象 所以它可以拿来解释 这个挂象 是贼贼的 这个现在没有口证啊 这个不知道是周恩王周五王还是孔子 还是福西 这三个人 就这么说吧 福西是画的 先天挂 福西画了下 周恩王做了慈 最后呢 孔子呢 写了水 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下 这些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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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前面 没听 没事 那一斤子好 就是从哪儿都可以开出 你要这么讲的话 这个 估计 我们的学院 我们讲完之后 下星的话 来星人说一下 哦 从哪儿开始都可以啊 对 是的 你 一经 其实就是 这个道家经常会说的 什么叫做道 道就是脑袋走的路 你闭着眼睛走 睁着眼睛走 都是要走这条路 你永远都在这条路上 那么一经就是你要 行走在人间的是我走的路 你走的对 走的错 你都是在这条路上 它无论说 它到底是走的正道 就是一经的路往不适 所有路不适 所有路不适 因为地上的既有对的路 没有走的路 对的是怎么样 不对的就是怎么样 对吧 为什么经常 我们在这儿回说 不说急叫真急 守真才能急 守真所急 你不守真就不急 换句话说 它也是告诉你 另外一条路 那条路通往不急 为什么呢 你没守真 你要守真的话 你就走到另外一条正道 那就是急了 但这两条路 都是一经到这条路 这个就是一经 为什么叫超越宗教 宗教 可能说 啊我们这个教 就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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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是假的 都是错的 唯独一经到你 所有路都有 但是你走那条路不急 这条路呢 这条路呢 能到哪 那条路不到哪 所以它超越宗教 这两个人 它都给你说 宗教 我从来不会给你解释 什么叫做恶务 它只是会给你解释 说 除了我们坚持的善之内 都叫做恶务 它是没拿去 你经从来不这样去 守真自己 对不对 它超越宗教 你把一经里边的好多的话术 和它整个里面的逻辑结构 放在那里 有宗教里面说 都能让那些宗教 更加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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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就是说 这些 所有的这些 就这些 在这些条路上 一定要想要 就是 需要算话的人 把它变成了以后 操作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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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所有的 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自己所要解释的问题 来 如果 如果一间 做出这个 卦下的解释 对 如果这个卦 我们举个最 或者说一个 可能性 如果这个卦 这八根馅 是到现在 才为一个 某某某圣人 开始解释 那么 它绝对 也绝对不会用自然的 也绝对不会 也绝对不会 取这么莫勁净了的例子 但 孔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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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生活的时代 她举的这些例子 全是她身边发生的 或者说她能看得到 到底别的人也不能知道 他就能看到一个树上长的芽 他就能看到一个老婆娶个年轻戏 他就看到一个妇婆娶个年轻小伙子 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像都如此 他就站在山上看里头的水 你现在站在山上看里头的楼 你现在看不见水 那如果现在你要我去解释什么叫做地水石 我肯定我不能解释 对吧 我会是说你这些都是楼 然后有这么多街道 其实街道就化成了小区 某一个小区住的好人 某个小区住的都是坏人 如果你所有的小区住的全都是坏人 那你依然还能回到那边化上 我无地非之地嘛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在山上能看到 成天的大川大湖 你还看到吗 看不到啊 如果是现代人籍 这也是一经 肯定 你能坚持着思想 和你一共的形狮 思想是一样的形狮 好多人 他不是 他解决他的自己 所谓的面对的情况 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啊 所以他在作严的这种话 这个世界 其实是你内心的道理 你心里有什么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代表什么 同此之所以能够从里面推倒出这些东西来 是因为他心里坚持的东西 如家的人意 这些相对于这些东西 天道的这些东西 他推演出来的 那道家看不到的也是八卦 那么推演出来的是什么 对吧 他也推倒出这些东西 这生生思想 他推倒出这些东西 都给你做话 他也推倒出无为 比如他说 你今天 第一出场 或者你今天干的这些事 你能做好 或者你能做坏 这个呢 就是经常会说的 就是 其实一经 说事 不说事 你最后 直到你生活的时候 你经常会说 事情 而不说事 不说事 对吧 你最后算话 你算了 知道 我今天这件事该不该做 但其实 一经呢 你站在一种高度 一个高度高度 对现在的趋势 是这个趋势 你这件事 这个趋势上的一部分 沉着这个规律 那你该做 我该做 你只要把这个事 事太谈清楚 这件事该做 我该做 你站着呢 我说人家聊天的时候 为什么年轻的人 最好不要去学一经 因为你经历的是真太少 你还没有把它总结出一个 医域 变成一个趋势 变成一个事态 你只知道 一件这件事 你就认为 这一挂解释的是这件事 一旦另外一件事出现 也会因为挂着 你就想通胃 但如果你经历的事情 足够多 足够多 那么这种不同 这种事件 就会在你心里当中 行立一个趋势 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趋势 那你再用一经来解释 那个刘泛特有什么厂 因为一经的每一样 说的就是 他不是说的是 像是一个年轻人呐 他自己没那么多的怨励 对嘛 没那么多双双思想 算话的本来对那些 本来算话的人就是一种碾压的方法 他见过多少人 就是你脑门子 脑门子从过来的时候 你年轻人肯定是因为感情方面的 你中年人肯定是因为生意 你岁月大的都肯定是因为儿童 还有什么不说的 然后再看到你手 你是干活手还是写四个手 我自然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几万人给你点高 昨天 昨天那俩小朋友在那 在我那博士 是吗 他拿着你的那三个红钱 然后我让他自己翻卦数 翻完之后他自己看那一摇的解释 最后他说 有错你解释得人对我一个了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只是把这个关键的画数 给他用对 他自然就知道 你们讲解 昨天也这样 找这句 找这句 三个话找完以后 我说你看 这句话是这个 对吗 哎呀他说得太对了 这是你自己找的 对吧 那你们讲解算的东西到底是 然后那个年轻的那个阿良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讲解这样的人 人家是有事业的 那肯定就是事业球 对不对 那那年轻的那种阿良 你那小伙子怎么那么帅 那肯定能感情有关 对吧 拽回来给院长 叫给院长 下个时间段就给院长 哈哈哈哈 你让他送罢 有时候找 上 上 上 这种阿良 从这个一挂过来的 一挂的话呢 做这个 一挂呢 这个 先做这个大挂 过就是入过的意思 超越 超过 大挂呢 就是这个挂呢 超过太多的意思 那么说 同类一挂的话呢 始于动 因为一挂的话 下面是正挂 就上一挂 是三雷 宜嘛 然后而终于静 初九的话呢 是正挂 上九的话呢 是更挂 更是子 是静的意思 所以说的话 一挂呢 始于动而终于静 静才能够痒 才能够痒 才能够痒 所以叫做静痒 以及 因为它到了这个 一挂的最上 所以动则过后 就说 因为的话呢 你的这个一挂的话呢 这个经的话呢 使得你的这个 气血很毒了 所以叫气毒行道啊 你呢 有大过之德了 这是个好一词啊 大过之德 好坏 你可以做这个大过之业 所以说它呢 叫故疑受之以大过 为什么的话呢 这个这个 从疑挂的话呢 到了这个大过挂 因为你经过疑痒以后的话 你有这个能力了 但是本身这个大过挂的话呢 是一个衰难之事 在这个大过之业啊 就是你一挂以后的话呢 你有这个能力了 来解决这个 这个灾难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大过挂呢 本身的话呢 因为的话呢 是看那个挂象 折灭木嘛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衰难之事 在这个大过之事啊 是灾难之事 所以君子有回啊 要越过常理来拯救 拯救患难 不能够按常规 来助难 要 越过常规 来拯救患难 所以这个洞梁啊 这个洞啊 洞就是防护正梁 防护正梁的话 就是防护顶上 最高的那个梁了 是不是上种 你们造防的话 最上面的一个梁了 就是这个 三型的那个 防护顶上的那个 补给的那个梁啊 是的 是 您说的是那种 过去的那种 起这种民宅 那种老来的那种 那种大梁是最重要的 那是不是最上面的 主要的那个大梁呢 是那个 那个下面那个 就是三脚下面那个大梁 那是主梁 那三脚下面那个梁 对 那是主梁 我们在北方的那种房屋呢 它这个 您说的那是挑衫挑起来的 嗯 这个它的梁的形状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 这样是这根梁 然后这儿呢 立起来 上面呢 就这样撑下来 嗯 真正的梁是这个 哦 整个房子是这个梁 你从外来看是这个梁 这个是那根梁 梁不是在最近 那那个梁有很多根了 没有只有一根 那个 它是分几间房 一间房一根主梁 那个梁呢 大部分时间 它不会是直的 更多的会选拥 中间有一点弯 而且是向上弯 红嘛 这还有一点那什么 嗯 是这个 就是它是上面 夹起来的这种挑衫 调起来 后来你从这边来看 那上面那个屋梁是平行的 上边那根梁 不是梁 哦 不是梁 它是底下的 这种情况的木头 就是房领嘛 这样叫房领 就是梁在这个 那就是跟梁平行的吗 对 跟梁是平行 但是这儿不梁 梁在这儿 然后这么调起来以后呢 那边这个 房领是这样搭过来的 你从上面看 它有几瓦 所以最上的它是这样 就是一个几的瓦 做的 真这么梁是藏在底下 那就是三大梁的话 就是跟那个物体平行的那根梁 对 那个大梁 最大梁 这个梁的话呢 这个 这个洞梁的话呢 这个 不往上 不往下 不下 是吧 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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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叫衰乱之事 因为你这个 没有人撑得起的 这个洞梁 是吧 是吧 这洞梁都已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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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弱了 因为 中死截弱 死终截弱 死的话呢 就是这个下窑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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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 上窑 都是陰窑 所以叫做始终截弱 所以 唯有圣人啊 能躍越常理 以枕患难 所以在大过重挠之时啊 唯有圣人的话呢 能够超越常理 就患难 必有忧往 所以 必有所往的话呢 拯救灾难的话 乃得 在灾难之时啊 作为圣人的话呢 要有所作为 换作的话呢 大过 大者过瘾 只有这个大者的话呢 才能够的话呢 过期分离 能够超越常理 拯救灾难 说这个二阳之谣啊 处于阴卫 那就是二五了 乃能整难 过甚之一 阳阳的话 本来你应该居阳卫的 阳阳居阴卫的话呢 才能够拯救灾难 如果说要是阴阳 阳阳居阴卫的话呢 就无法拯救灾难 动脑的话呢 本末若已 初为本 上为末 本末 本末的话呢 都是比较 脑弱 比较弱的 刚过而终 刚 讲的是这个二 二 居阴过 因为 这个阳阳居阳卫嘛 居阴卫嘛 居阴卫的话呢 就是过了 楚二 忠阴 但是呢 二的话呢 是下挂的忠位 所以叫楚二的话呢 得忠 拯救兴衰啊 不失其忠 就是楚忠 所以刚过 虽然过呢 但他处在忠位 阳楚阴卫的话呢 有点过 楚忠不失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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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而悦行 逊 就是讲的这个 下挂的这个 逊挂 下逊上对 上面的话呢 是对挂 所以要是逊顺和悦啊 逊挂的话呢 下挂的话 代表是顺的意思 逊是疯 疯的话就比较顺的意思 隔月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是折 折的话呢 是对挂 对挂的话 是月挂 而行救难 难难记 所以你救难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 逊而月行 这个难的话呢 才能够的话呢 被 才能够等救这个灾难 虽然你是救难 这个方式方法 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要以和顺的态度 你不是说 以这个上吏的姿态 对吧 以救世主的姿态 所以还是要以和顺 你要说和顺呢 和顺也和嘛 就是利 利者 利之和 对吧 所以你要考虑 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这个利益 才能够拯救这个灾难 必有幽王乃亨 所以威尔扶持 在危难之事的时候 你不去救难 折将安幽 那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作为君子的话 在需要你的时候 出现 那还有什么用处 故王乃 虽然到最后的话 是折命 最后的话 他们的结果 就是可能是 过色灭力 虽然是凶 但他还是无救 所以大过之时 大于灾难 所以大过之时 唯有君子 有违 整难 西攻盛大 不管成功 不成功 他的这个行为 站出来 可能就是灾难 从那个大象来看的话 折灭目 大过 过分了 这个水的话 太大 对上 顺下 对的话 是折 顺的话 顺的话 封 同时 这个顺的话 也代表了 木 那么你说 折上目下 折之甚极 而是灭目 极大过越 越过长分了 那就应该对 发工水的时候 这个折 骨折本来的话 就是纯洁水的 就是 你当你发工水的时候 这个水可以在这里 蓄积 因为现在骨折很少 所以这个水的话 水半断 还没有蓄水池了 对吧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 超过了 当你这个 超过了这个 折里面的这个 这个树木了 超越了 还过了 君作为的孔子 他看到的话 刚才讲的 这个像 和这个 断 就是实义当中的两个部分 实义当中的两个部分 所谓实义的话 这个就是讲的话 就是 换 像 然后呢 换的话呢 有这个 上换 下换 这个 像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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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 大象 我们的这个像 大象 就是大面像像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话呢 还有这个 细词 细词 它也有上下 然后的话呢 有这个 文言 文言的话呢 只有在前挂和空挂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的话 七个 对吧 因为前面三个有上下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这个 这个 虚挂 还有这个 说挂 还有这个 杂挂 那么 这就是这个 孔子的话呢 给《易经》做的 这个实义 那个义的话呢 就是这个 羽毛的意思 上面 有羽毛 有一个田 下面有个棍子 就是义乎 解释 来这个 解释 这个 这个 所以在这个大象里面 说 折面目大过 孔子的话呢 看到这个 画像的话呢 他得到的话呢 这个 体悟啊 他认为这个 君子独立不惧 顿世俗们 顿世俗们 作为一个 君子来说 啊 看他那个 这个世道啊 出于这个 衰弹之事啊 或者说的话呢 出于一个灾难之事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面对天灾 如果是自然的灾害 他不害怕 要作而狐狸 为何異 你要勇敢地面对这个天灾 但是的话呢 如果 同时的话呢 要将你的话呢 能够奸进天下 要将你出来的话呢 就是讲的话呢 要利有忧望了 来亨嘛 是吧 但是如果的话呢 这个世道的话呢 属于 幽暗之道 温暗的这个世道的话呢 叫做光明不在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需要你如善其身 引论于世啊 而不有忧闷 就是看你啊 作为一个个人 作为一个君子 这个君子的话呢 是有道德的 对吧 他无力改变那个世道的时候 对吧 如果面对自然世界的话呢 可能还要 能够出来的话呢 努力的话呢 来抗争一下 如果说你要面对这种 人世的这种配案的话 这个初六吧 急用白毛无救 在这个 《西斯传》里面 通知说 狗错租地而可以 错就是提种堂的那个错 就是放在地下 错直的意思 就是直放的意思 朱就是知鱼 如果一件东西的话呢 放在这个地下是可以的话 但是的话呢 你呢 把白毛草 把毛草的话 洁白的毛草的话 当作席子一样的话呢 还垫在下面 何就之有 有没有什么过错 说圣之治愈 你行事谨慎的话呢 已经到了极致了 它本来放地下就可以了 但是的话呢 你还在地下 铺了一层毛草 啊 说这个毛草啊 作为这个 这个物品啊 是一种很薄的一种东西 就是不值钱 但是的话呢 它的这个用处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它的这个用意啊 代表着意义很重要 圣诗数以往也 如果说 你要是说 按照这种方法来行事的话 稀无所思义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会有什么过错的 所以下面说 即用白毛 揉在下面 因为揉到在下面 它是这个 处六嘛 是阴影 所以免害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可以避免 叫做这个 避免的话呢 受到人家的状态 往往的话呢 你看这个 矛盾的所起啊 就是因为你说话不公平 就是 上一次 那个一话不是讲吗 破重口出吗 话不好说 对吧 可能就是因为一句话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还没有说话 就是用一个行动 来代表你这个 所谓的那个 恭敬 尊敬之心 在里面 谨慎之心 所以说的话呢 初六呢 以柔处下来 心能谨慎 见见物品 下垫白毛 结束直到啊 因为它在飞下来 因为它在飞下来 所以奉上的时候的话呢 还是要有这个 还是要谨慎 才好 谁欲大过 过而无咎 过而无咎 其为甚乎 是因为它做事的话很谨慎 就是在那个大落之时 人家做事的话呢 都有过分之处的时候 它还是这么谨慎 它不去计较人家的 我自己做好我自己的 这个九二 忽阳生蹄 第二颜是吧 第二颜 忽阳生蹄 这个蹄的话 嫩牙类似 是吧 就是这个 新发的这个牙蹄 老夫得妻女妻 无苦力 这个蹄的话呢 在这个 周围争议里面说的 阳之秀 它也是 这个 新发的牙吧 新秀 新秀 新发的这个牙 它是以阳处阴 能过其本 而就其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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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无辞令 处过以死 无衰不济 无衰不济 孤阳身体 老夫少妻 得以生育 成旧兴衰 因为陌生 诗咬 物无不利 刚才又说这个 他得的这个女妻 那谁是女妻呢 在这个咬里面 初六 嗯 你得这种认为 初六 是吧 他呢 这个九二的话呢 他应该是跟谁相应呢 十五 对 十五上 所以的话呢 它是超过了这个九五 跟上六 上六的话呢 是少女 上面的话呢 是这个 折卦 折为的话呢 少女 你下面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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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六啊 那是长女啊 所以老妇 他是向上啊 过了这个五 对 他过了 他过了跟他相应的五 去到了这个 上六 而且上六 确实是这个少女 对吧 逊卦的话呢 是这个长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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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这个 黎卦是中女 嗯 嗯 然后的话呢 这个 折卦是这个 对 对 在大过相 挂相来两个 过了 过了 对 所以叫做 老夫 女妻啊 过已相遇 老破则孤 少破则智 所以 以老分少 则智则涨 以智分老 则孤 则容 过已相遇之位 所以九二过五 所以九二过五 与上相遇 过了五的话呢 跟他相应的那个 过了 看那个 三六相遇 这个 这个 本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迅挂 迅挂的话呢 就是比较顺 他处顺之极啊 所以他不能够 来拯救危陈弱 他本身也要过 以龙其动 而以羊辅羊 自首所居 又应于上 因为九三的话呢 和三六相应的 细心在一 他不能够 来拯救这个危难之事 而他只想这个三六 所以他细心在一 一气焉弱 而胸衰育 所以大象说的话呢 动脑之兄啊 不可以有福 说他心地偏狭 非常偏狭 他只是想三六 不可就难 同时的话呢 就是因为羊瑶 他倒是羊瑶居这个羊位 但是他属于殉挂 他太反道的话呢 太柔顺过弱 因为他处于顺之极了嘛 殉挂之极了 本来是羊瑶羊位的话呢 他应该是能有所作为的 但是的话呢 他这个作为的话 只想这个三六了 他这个心地偏狭 不可就难 实际上他是有救难能力的 这样讲的 他是有救难能力的 对吧 你要偏狭的话 只想这个三六 但这个三六的话呢 人家已经被二 过语了 过语了 对吧 越过他的话呢 过天越过九五的话呢 也把他也得越过了 但本来是他的 对吧 把他也得越过了 那么到了这个九四了 这个洞笼 这个洞笼 我们那个三种的这个梁的话呢 放对了 提属上体呢 已经到了这个善挂了 以阳处阴 能等其我 不为下脑 洞笼 即也 他已经 离开这个善挂了 到了这个善挂 那么 他在善挂当中的话呢 他是能够 处于善之处啊 那么他是的话呢 能够的话呢 有所作为的 因为他处于这个善挂当中呢 因为他处于这个善挂当中呢 他又是羊瑶 他又是出来这个 这个 因为 同时的话呢 他又是在这个 因为善挂 灭木嘛 这个主要是上面这个善挂 的话呢 属于过多 但是的话呢 有他令 这是讲的什么呢 因为 这个九四啊 印在书 跟那个九三一样的 九三四跟三六相应 这个九四的话呢 跟书六相应 所以用心不红啊 固有差点 他方钉在下面 对 方钉在下面了 所以相约 动笼之极 还有极 开始动笼之极 不挠不下 因为九四的话呢 他可以救出 下地不挠 基础坚持 因为出的话 出六是基础 他把基础给坚持起来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乌洞的话呢 才能够隆起来 所以得动笼之极 得动笼之极 但是的话呢 他的这个 所能够做的事情的话 还是有限 因为他的这个 就是心细除六 所以他不能够用心不红啊 到了这个九五啊 是枯杨生花 老父 得其是福 不救无欲 那么这就开始问 这个老父是哪里的 那就是下人 对 那是长女嘛 就等于是 在基础的看上 在上面看也是过了 对 所以过了的话呢 这个本来的话呢 这个九五的话呢 这个九五的话呢 跟这个九二的话呢 这是相应的 结果他越过这个九二 直接到这个初六 初六 初六的话 初六的话 长女就老父 所以他呢 处得尊位 而且是以羊处羊 未能整威啊 亦未有劳 不能整就危难 但是的话呢 他也呢 他也不恼 他也不恼弱 所以不能生花 生花 就是花的意思 但是呢 不能生涕 就是 你只结个花 没有新的枝呀 嫩呀 出来 所以 老父 少父 不得生育 没有新的嫩呀 就没有新的生命啊 就是 昙花一现 就开了花而已 相约 枯羊生花 生花 何可久也 说在动脑之事啊 处于尊位 无旧无欲 何可常在 你说你在衰难之事 你作为这个 处于尊位的话 无所作为啊 你 结果无旧无欲 不可能长久 老父自父 亦可受盈 九五过二 超过六过二的话 与初相遇啊 匹配思疑啊 不如九二 啊 上六啊 过色灭顶 凶 不救 大过之提 过之胜义 所色难过胜呢 至于灭顶 但是的话呢 上六呢 自带救时 因为灾难之时嘛 啊 不逆则争 啊 就像那个 龙庞笔干 龙庞是夏节时代的 笔干的话呢 是这个 三座王的 啊 啊 啊 由实为断 不惧诸杀 直言真见 以物无道啊 啊 啊 独立了这个 这个下节 这个三座王的 这个意思 啊 无道之君 遂至灭亡 七亿则善 而公不成 不不可救 不能够这个 怪对他 啊 所以下面说 过赤之凶啊 不可救也 随凶不救 不害义 君子三身以成人嘛 对 三身成人 啊 啊 那么就说 过不可及啊 堪一次 下一罐 我们学的是堪怪 啊 那么这个对篇的话呢 也是 多而不利 不畏惧 顿时 引顿于事 无忧闷 这是这个 大过观 最后这个三个六 我们可以 大致的意思就是 我记得原来 那个 孙伟一曲 最后那句话 就是 担当 生前事 东西神宏 他就是 我这辈子 该做这些事 我都去做了 对吧 反正进到了 自己的道义 最后没成功 对没成功 但是后事也说不了 因为他这个三个六 身处在这个位置 对 他已经是大过之极了 他不得不做 如果他要不做的话呢 那么 对啊 那他就是 如果要把上面那根给改成 他如果不做 那叫 过色灭顶凶 他如果说 不过色 不去做的话 这个凶之后 他也是凶 但是后面有救了 这就肯定有救了 对吧 因为当时 你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件事 你在那位置上 你是有这个能力做的 应该做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 作为这个君主的话呢 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当浙面目大过的时候呢 君子已独立不惧 你独立不惧的话呢 也可以理解的话呢 这个三六 但是的话呢 假如你不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呢 有顿势不闷 对 你不在那个位置 对 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嘛 你自己也可以做了嘛 你也不要在那 但是你如果你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呢 你要独立不去 对 还是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事 因为你 食君主 是路嘛 你那个 食民呢 那个 奉路嘛 就是天下供养礼嘛 对 天下供养礼嘛 所以你要 你就得 他说你该做就得做 是吧 但是你如果 不在那位置上 不在极为功勒体上 你可以顿势 是吧 为君子的话 我顿势的话 我也没什么 一闷 是吧 所以在这个 乱世的时候 你就不该出来 你就是要出来做官 你看那 为什么那个 杨雄的话 被后世人指责呢 对对对对 你在那个 乱世的时候 你就不该出来 你就是要出来做官 就最后会拉弄个结果 对 关键是他还没摔死我 真的坠楼摔死 那时候还好 好说 对吧 无论说是为了谁训 或者是为了自身 几生自好 就跳楼还没摔死 所以他一辈子的一个乌典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他跟那个赵孟虎还不太一样 对吧 哦 不是一回事 对 那个赵孟虎的话呢 我觉得他就 按你讲的话 他是要把这个道主要 传递下去 因为你是义族 对 对 他那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改静单单的文化的话 他其实是还是赵孟的宗室 但他其实在原来赵孟时代的时候 他什么都算不上 人家的这个原代也是为了把它立起来的根底下 他其实也是尊重你们南方的读书人的嘛 就是尊重这个汉人的读书人的嘛 所以有一个从他的角度来讲 委屈求全 起码能把这些东西揣下去 对 同时的话呢 即使这样的话 也被后人做指责了 好歹他不受证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再把那个 你把那个挂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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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